哈囉,大家好,我是練習笑,那今天我們繼續來看二之三悲劇 好,先請替娛樂一下 這次的鏡頭回到了東方聯邦,然後我們聚焦在三系會議上 三系會議重啟主要是為了討論妖人的去留吧 因為大家都覺得現在留著妖人這個不穩定因素太危險了,所以決定要斬草除根 那秀賢這邊是代表妖人的利益 那想要替妖人說情,可是刑單已知,而且呼掌難明 就連平常戰獄直言的風果也不站在秀賢這邊了 結果最後秀賢就在會議上暴走,因為大家都說要殺了妖人 那這想必給妖人帶來更困難的立場吧 我們來看二之三悲劇 用的是艾莉歐跟蒂卡都在啊 艾莉歐、蒂卡跟梨花 所以應該是鏡頭轉回珍珠宮這裡了吧 悲劇啊 這話的話主題又有什麼悲劇,我的天啊 都進去這麼久還沒出來,希望沒事 都進去這麼久還沒出來,希望沒事 就這麼久還沒出來 秀賢呢,他怎麼樣了 怎麼都這樣不說話 你們倒是說點什麼啊,難不成 好兇喔 哭什麼哭 哭對秀賢有用嗎 真的 拿其他人出擊 我有說錯嗎 有時間哭,還不如想辦法救秀賢 秀賢 秀賢 對了,她還真敢一個人過來 妖人不是碰到就會被傳染的東西嗎 西歐小姐,應該是來確認我的情況的吧 因為艾利歐是救走西奧多的人 她現在的地位應該算是太陽王國的叛徒 秀賢妹妹離席後,順將軍也受到緊急軍情 說是重組叛軍,趁著聯邦因為魔物而元氣大傷 卷土重來,眼看戰士就要反轉 順將軍聯邦帶著人馬就前往前線了 現在東方聯邦已經沒有優壇木撐搖了,他們沒辦法解重組的毒了 所以戰況應該會從原本的一邊倒慢慢的 天平會慢慢的傾斜回來 原本人數就不齊 少了秀賢妹妹跟順將軍,三系定義也沒辦法繼續開下去 再說,我也放心不下秀賢妹妹,索性就過來了 直接跪下來 少主,拜託,救救秀賢 有限,你這是在做什麼,快起來 我不要,現在能救秀賢的只剩少主你了 她又能做什麼 為什麼她會... 我當然也想救秀賢妹妹 但梨花公主都沒辦法的事,我又能做什麼 對啊 搞研究的人都沒辦法的事情 不一定 什麼意思 蒂卡,你有把那個魂南儲存瓶帶在身上嗎 我是第一次看到這東西嗎 我好沒印象,還是太久以前了 因為很久沒轉到珍珠宮這裡了 這是... 什麼?此話當真嗎? 若用符文學理解釋,便是出於某種不明原因 妖人們原本在魂南排序中的氣不見了 變成妖人,甚至最終變成魔物 都是魂南排列無序的結果 你最好是聽不懂啦,你是第一幻日耶 裝傻啊,你怎麼可能聽不懂 我們也沒見過這種新魂南 所以不知道該怎麼複製或去哪裡找 所以,秀賢妹妹才會那樣那般努力爭取 拜託你啦,少主 只有你能說通的那些代表們 秀賢,秀賢她不能出事 只要能救她,我什麼都願意做 怎麼音樂突然停掉 當真,什麼都願意嗎? 尾音有炫,說到做到,絕無虛假 那麼,成為背負東方命運的死侍吧 死侍,我記得死侍的意思就是說 視自己生命於肚外的人 也就是說以犧牲為前提的戰士之類的吧 我請教過太陽王國的亞爾德西克特使 他說如今盟會的位置有列系打開 鎮守列系的是審判魔物 需要特別的封印 過去的亞特拉斯與沙末王國都曾經發生過 確實,龍頭、龍牙、龍翼 但這也是我們緊緻的規律了 與妖人無關 當真如此嗎? 大量妖人出現,霍秀喜妹妹的病況惡化 與優太母的列系被打開幾乎是同一個時間點 任誰看,都會覺得這兩者之間有關聯 你們所謂氣的異變,對此有解釋嗎? 啊,不是的,我並沒有懷疑各位的研究 只是想指出,研究尚未完備 就算不完備,只要能救秀賢 要是,來不及呢? 方才,梨花公主也說了 還需要大量時間 但如今的秀喜妹妹,等得起嗎? 那,那我該如何? 在我看來,我也號召死侍 請東方之力,全力打倒審判魔物,重新封印 秀喜妹妹才有一線生機 蛤?重新封印,為什麽? 啊,不就是倦宜你打開的嗎? 你腦袋裏又在想什麽? 又在打什麽主意嗎? 其他國家都成功解決過列系的危機 比起不知道存不存在的治療方法實際多了 蛤? 蛤? 詠軒要在這裡領便當了嗎? 詠軒,你怎麽說? 只要能救秀賢,不論是當死士,還是上刀山下滬海 我贏詠軒,憑少主拆檢,在所不辭 太好了,果然是我認識的詠軒 大家有沒發現劍云變了嗎? 要把人派去犧牲,竟然一點猶豫都沒有 正如各位所聞 東方會請全力封印魔物 無法再分心保護太陽王國的客人們 為了不將各位捲入這場戰鬥 我會盡快安排各位離開東方 現在諒解 蛤?他要把他們支走了嗎? 等等,太永遠無謀了 練習封印不是小事 符文學院自雅特拉斯大爆發那時間就開始研究 也只是略知皮毛 更別說東方了 至少等我和蒂卡回學院 找父親求助 他們不知道夏爾已經掛點了 啊! 其佑知道嗎? 他們兩個都不知道吧 色雷斯院長已經過世了 兩個悲訓啊 一個是秀賢的急速惡化 一個是色雷斯院長的過世 夏爾的過世 我記得夏爾是最後送走蒂卡 跟艾利歐之後 慢慢失去力氣的 他是倒在書桌前的 應該是他們最後跟那個什麼 教派的人戰鬥 然後所以用光了他的魂能吧 那個人的學生 喔? 艾斯也在 這是回到太陽王國了嗎 為什麼艾斯會在 艾斯跟西歐 那個人的學生 我這裡 我腦海中直覺第一個想到的那個人 會是那個叫什麼 玩得太久 我忘記他的名字 跟夏爾很要好的那個人 一開始被做成 被做成濃縮定的人是誰 哈哈哈哈 走快點 為了出船把你們載回太陽王國 我們會派出一整支軍隊守住港口 在你們拖拖拉拉的時候 不知道又有幾個兄弟被魔物咬了 喔... 楊葵變得很急車耶 他的個性 楊葵不也是醉人嗎 假扮師傅足 他到底哪來的 可惡 誰稀罕 嗯 別旁生枝姐 我們走 是啊 急著下逐客令啊 說好天是保護我們到港口 實際就是監視 可惡 有人寫我們留下來會礙事吧 是眷芸啊 他又想搞事啊 我們效忠太陽王國與女王陛下 東方想自求多福 我們也管不著 是他們兩個 已經沒辦法繼續幫助妖人了 所以那些妖人已經 連平常最開心的蒂卡都露出這種表情 所以那些妖人應該是沒救了吧 本來梨花公主的研究就遇到瓶頸 難得有他們兩個來幫忙 罷了 不催他們 讓他們跟在隊伍後頭慢慢走吧 畢基 人士在他們啟程前往東方後就走了 啊 他們現在真的難過夏爾的事情 給他們一點時間也不為過 魔物 魔物來了 哇 趕快走了沒時間了 別慌 我帶人過去看看 你留在這裡 蛤 他變成人類... 啊對對對之前比武大輝那時候就有了 就是他變成人類鬥牛哥哥還是喜歡他 他要自己逃跑嗎 他們真的很急得感人手耶 好吧 我尊重魏國的抉擇 走 哇 哇 哇 唉 可惡 別後退 穩住戰線 哈哈 真的要見死不救 我看 好吧 他們有危險 我們不回頭救人嗎 這是他們選的 真的是要對妖人見死不救了 沒辦法 哇 他講話很傷人耶 他們還留在這裡嗎 他們要留下來了嗎 喔 我還蠻喜歡這個音樂的 這個音樂是在有轉折 有希望的時候才會出現嗎 喔那個人的學生 所以指的是艾利歐嗎 夏爾的學生 符文是為了人類的符石而存在的 符文是為了人類的符石而存在的 至於艾利歐 坦白說我的快忘記蒂卡他是補師了 我都快忘記他是白衛了 看一下喔...多少?很多啊?看一下 先...易珊跟弱華稍微疊一下 我想抽一個敬衛的四魂出來用 艾莉歐還是滿好用的一個角色 因為他的那個...一魂可以...給敵人異常狀態 就是弱華跟異傷 哇,更多來了... 怎麼辦...我看是擋不住了... 如果能吸引他們,往同一個方向聚集 有了!水晶! 什麼水晶啊?什麼意思? 水晶是由蘊涵和高濃度魂能的金晃打磨而成 只要能暫時模擬出水晶的魂能,應該就能吸引魔物 啊...不過... 怎麼...做不到嗎?難打多 哇...呵呵呵... 也不是 我是生命學派 這樣暫時模擬出水晶的魂能不成問題 但這裡不是學院實驗室 沒有複印儀的話 我沒辦法將符文複製到手邊的道具上 牌 喔!帝抗是使用學派 生命學派 等下,實用學派應該是...那個什麼... 誰啊? 夏爾的朋友叫什麼意思?我忘記想不起來... 果然有蒂卡在就不會發生悲劇... 這是我的偏見嗎? 這是蒂卡不是為了悲劇而被創作出來的角色 突然變成小狗了啊,那群 好,出現缺口了,就是現在! 突然變成小狗了耶 我還以為那個鬥牛組的要在這裡頂便當 好,感謝各位收看,期待我們最後一話明天再看,掰掰